静视 一个同修要求帮助注印精干精 因其夫得了怪病 瞬间重新发凉 刹那全身冰凉 血压吐身及休克 送医院不需要治疗就正常了 在家了就可能随时发病 他知道这是业障病 诵经印经回向 患者本身是编辑 父母父亲在屠宰场冷酷工作 这是否属于三十英国的感应 非常可能 因为他得病这个状况 跟他父亲在屠宰场 冷酷工作有一点相似 而且自己从事于编辑的工作 做编辑的就做新闻工作的人 如果你所写的 所报道的是正面的 无量功德了 如果报道是负面的 报道杀到淫妄这些事情 这造罪业就中了 这个夜阴古报在一念之间 希望他自己能够回头生安 从此再不写这些 汇道汇淫的作品 多多的宣扬 能离到的因果 他的病就会好 所以他应该多看看 廖盘思勋 特别是 驴镜翼日造神器 这个东西对他有 大好处 比印金钢金 还有效 底下有个问题 虽然时间到了 我不能念一念 他的不长 现代女子 穿着暴露 容易使人引起邪念 请问她们需要 负应国责任吗 肯定要负应国责任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接到老师 已经存在了 我们不计算 我们不计算 走 希望 有一个 这一点 我们不计算 以为 我们不计算